中国近期大举开始囤积一种资源是金 这也让专家事情就并不太寻常 但是到底所谓何时 时间就会输军 中共对台野心勃勃 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寿康 近日抛出了这个概念 就是将来是要大量的制造飞弹 派遣台湾的军事观察员到中国去 看看沿海的军事部署 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说 对于选举的议题 他没有意见 国军战备训练是本物 避免战争是大家共同的期望 不过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一些征兆呢 是不是比较跟过去不太一样 过去一周 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创下新高 就有外媒指出 说分析这个俄乌战争 当然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是中国也是黄金价格创新高的 背后推手之一 他们就甚至推测这个囤积黄金 或许是为了攻打台湾 做准备吗 世界黄金理事会公布的数据来看 中国连续12个月大规模的购买黄金 成为今年全球央行抢购黄金大潮当中的第一名 每个月至少要花10亿美金 真的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那法国专家贾伟路呢 他已经研究亚洲大概50年的时间 对这台海局势当然非常了解 他在自己的新书当中就提到了 中国对台的三种剧本 包含是绿色剧本 就是维持现状 两岸和平发展 那共融来发展 橘色剧本就是中国不但的恫吓台湾 派遣军机船只来老台 军事活动日益的频繁 这样子就有擦枪走火的危机 如果发生了意外 冲突可能是见在弦上 那另外就是红色剧本 就是全面冲突了 中国可能会先拿下像是金门 马祖南海的太平岛 但同时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社会的反应 例如是西方大规模经济和金融的制裁 禁运到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可能性 都是有可能的 他就提到了 拿下台湾是中国的历史梦 但是不如想象当中简单 最实际的策略当然就是劝阻 并且引用了狼与羊的预言 指出台湾应该要备战 毕竟面对中国虎视眈眈 台湾做好强国防的准备 才有办法因应威胁